几辆重机奔驰在台九线道路上 骑士吹着太平洋海风 感受台东绝美的山海景致 但下一秒 一名骑士突然重心不稳 摔倒在马路上 还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 至于重机则是滑行十多公尺 才停了下来 透过行车记录器还原当时情况 原来骑士撞到了一只猕猴 日前一名灵性骑士 行经台九线395.7公里处 不慎撞上横跃马路的野生猕猴 所幸骑士仅受轻伤 当下意识清楚没有大碍 不过这只猕猴遭受撞击后 已当场死亡 迷猴在马路上乱窜 当地居民见怪不怪 不少人都说曾碰过类似情况 提醒驾驶人东部山区路段多 开车骑车务必减速慢行 否则意外撞上野生动物 造成自己摔车受伤 后续还可能求偿无门 原事新闻 主持人抬头太马力采访报导 撤车机